歡迎收看 TVBS哨康戰情室 我們現在的特別來賓 陳婷菲委員 蔡碧魯委員 陳鳳信小姐 陳怡信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陳崇文議員 好 那麼美國媒體報導 美國的眾議院委員會 這是新的陳妮那個議員 中國特別委員會剛成立的 他兵推 反正現在很多地方都搞兵推了 兵推 他們的兵推的結果是說 老共有8萬個軍人會登陸台灣 美軍集成了80艘共軍的艦 看起來很慘烈 而且8萬人登台灣 大陸的外交官作亂 什麼叫作亂 就是到美國的盟國去 跟他們講你不要介入 不要介入 所以最後變成美國 雖然集成了80艘軍艦 但是88萬名解放軍艦 一個月之內登陸台灣 而且這些國家都不介入 所以美國的盟友保持觀望 美國孤軍奮戰 日本大概會幫大陸一些 然後南韓可能 幫美國一些 然後南韓可能維持一個 中立親美 但是會派兵 會怎麼支援 就不一定了 菲律賓也許把這個基地提供出來了 因為美國在日本有3萬多美軍 在南韓有2萬多 所以這些美軍其實也會參戰 所以他們的意思說 這個不是只打了台灣 到時候連關島什麼可能都會打 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就說 怎麼辦了 那時候補給已經來不及了 需要在危機前武裝台灣 所以美國一直想把台灣 搞成一個火藥庫的這個道理 大家一人發一把槍 或是一個家庭發一把槍 派出有裝刺針飛彈 然後甚至每個家庭發一把槍 到底就在這邊 就是你們自己武裝你們自己 到時候我們可能來不及了 所以媒體說台灣不應該是戰地 把台灣搞成戰地還搞什麼鬼 到時候變成打跟蜂窩一樣 國防部說 現在台灣跟美國在磋商 所謂的區域緊急庫存 所以這不是在台灣 不是在台灣變成軍火庫 而是在這個區域找個地方 我們看到上禮拜菲律賓已經拒絕了 美國待會跟菲律賓 菲律賓說我的島不跟你做 到時候要去遲緣台灣的火藥庫 到底誰會給他 我們看一下 桌上擺著亞洲地圖 台灣的位置特別顯眼 4月19日美國眾議院 中國委員會舉辦台灣兵推 主席蓋拉格爾等人更是全程參與 I think the war game clearly illustrated That would escalate American would die All the more reason we need to dedicate ourselves to deterring an invasion 美國媒體華盛頓自由燈塔 引述消息人士敘述中共攻台後的兵推過程 美軍會利用長城逆宗反艦飛彈助攻台灣 不過共軍全力攻台 更會切斷海底電輪等 兵推結果顯示美軍將提成80艘共艦 但很快會用完長城逆宗反艦飛彈 開戰後也會制裁中國 盟友卻不願加入 共軍則是攻台一個月內損失慘重 但仍會有8萬共軍登台 得出的結論是美方開戰後無法不計台灣 因此需確保台灣有足夠的彈藥庫存 學者也點名中共高層勢必緊盯這份兵推結果 中國官媒可以在共軍海軍節前夕釋出遼寧航艦中英文宣傳片 山東航艦月初赴西太平洋 更投入環台軍演 遼寧航艦過去也曾在西太演習 另外香港媒體星島日報旗下的頭條新聞也報導 以蒸汽涡輪機作為動力的遼寧號山東號福建號燒好鍋爐的水需要48小時 因此這些航艦在作戰時需要兩天的準備時間 就在大陸航艦引發熱議時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在同一時間點也釋出照片和訊息 漸賀尼米茲航艦服役48年完成第35萬次起降 淡淡幾張照片傳遞出雙方航艦技術的差距 其實冰推每一次的冰推它都有它背後的目的 冰推其實是很花錢的 因為它必須要找到真正的專家 然後彼此之間推演 然後彼此之間要去了解所有的地方 它可能的武力動員的一個狀況 有些冰推是為了要作為決策參考用 這種冰推絕對不會公開 譬如說五角大廈 其實已經做過了相當多次的冰推 如果按照蘇起蘇老師 他所做的統計資料的話 至少18次以上的冰推 而那些通通都沒有公開 坦白說那18次的冰推 美國都是輸的 台灣其實都是淪陷的 所以那個是決策參考用的 還有一種其實就是為了要賣武器的 如果是針對賣武器的話 它就會特別的告訴你說 你要在什麼武器的情況之下 你有可能會贏 所以那個冰推會很奇怪的 特別的告訴你 你擁有什麼武器 結果你贏了 所以那樣子的冰推 其實目的就是賣武器 我們大家可以去參考 過去有一段期間的冰推 目的是如此 有一類的冰推 其實就像這一類的冰推 我認為它其實就是作秀用的 它就是屬於議員們作秀用 因為它很多的那一些指標 其實你都會覺得匪夷所思 比如說它設定2027年 突然台灣的領導人就宣布說 我們獨立了這樣子 然後結果老共就來打我們了這樣子 我就不太懂說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美國真的會派兵嗎 這裡面有太多的動態的變化 比如說你說日本到底會不會動 我必須要說 如果說今天俄物戰爭結束了 俄羅斯已經空出了手來的話 日本根本不敢動 因為你動了之後 俄羅斯就有可能對你的北方 採取任何的行動 所以我們要去看的是 每一個時代的一個變化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最後回來的重點是什麼 就對台灣而言 我們現在最危險的一件事情就是 全世界告訴台灣 全世界告訴全世界台灣好危險 所以你看到布林伯爾他就會 他都忍不住了 就是說提到說台灣有官員 然後告訴白宮說 拜託你們好不好 你們的雷蒙多也好 你們的美國的眾議院的 外交委員會的主席麥考爾 你們不要再到處宣傳 台灣很危險好不好 雷蒙多說因為台灣很危險 所以不能依賴台積電 台積電要搬到美國去 然後麥考爾說 因為台灣非常的危險 所以台積電放在台灣 也是危險的 於是他告訴你說 現在把這一些供應鏈 全部搬到美國 機會之窗的時間所限不多 所以他們向全世界宣傳一個 台灣危險 所以台積電只要在台灣就危險 這樣子的論調 我們現在看到美國的政客也好 軍方人士也好 集體上演了這一場大戲 我想問問各位 對台灣怎麼會好呢 把警政署保二總隊 年底要擴編成第二陸軍 我們的海軍數已經變成第二海軍了 現在警政署要變成第二陸軍 而且保二要擴編4000人 除了接受軍事訓練 還要給他長短槍 還要配備給他 中共海軍央視播出他們的隱形艦載機 確認是殲35 在遼寧艦 山東艦上面的機 特別山東艦前一陣子的在演習 另外除了他現在已經變成 有一個遼寧艦 山東艦 福建艦 另外還要再建新的航空母艦 未來有可能就是核子動力 而不是用柴油了 我們看2022年全球軍事支出 達到2.24兆美元創的紀錄 就是光軍火商 每天跟你在鼓吹台海多危險 俄烏已經打仗了 台海多危險等等 這就拼命賣武器 美國去年軍事支出8770億美元 比排名前10名的 最大武器購買國的預算總和還高 就是他一個國家 其實就已經比234加起來都多了 另外中國大陸變成 第二大軍事支出國 去年估計支出2920億美元 增加了4.2%比前年 2920億是美國的大概1 3分之1 392730億到6 這個差不多3分之1 另外德國去年也是二戰以來 最大規模的軍費 全世界第七 然後英國中歐跟西歐 已經到了685億美元加起來 另外俄羅斯也成長9.2% 在打仗 所以864億美元 烏克蘭增加640% 6.4倍 變成全世界第11大的國防開治國 因為也在打仗 來 是一個陳委員 所以這一次 他們在中國事務委員會裡面 進行這個兵推 整個的兵推的結果 我相信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劑警鐘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前很多 都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私下也有眾議員問我說 到底我們可不可以 軍售給你們 我去到他們的委員會 的一些委員的裡面 看到他們委員會特別準備一套 中國研究的書 從文化大革命 然後到改革 從之前的中共建政 要來教他們 所以他們可以從ABC開始學 然後來了解現在台海之間 這個可能發生 戰爭有多麼的危險 所以這一個軍推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 很大的警鐘 而他們的結果 對他們來說應該震撼的 他們發現美國沒有贏 之後又發現 美國竟然孤軍奮戰 然後發現他們陷於外交上面 的孤立 然後之後又發現 這會成為一個經濟災難 為什麼 因為大家必須要跟國民說 Say goodbye to iPhone 沒有這個iPhone可以用了 聽他們來說 這個很大的一個震撼 然後之後發現說 美國孤軍在這上面 剛才有談到說有沒有 我們這種區域緊急的存放 我認為唯有日本 日本在安保上面 他其實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協助美國 日本跟美國的安保條約 他並不是跟美國一起去打仗 在目前在他們的 這個法律的允許裡面 是協助美國來進行 台灣周邊有事的一個防衛 所以在這一個震撼 我覺得對美國的眾議員 尤其這些民選的 他們這幾屆換得很快 這次來的跟上次來的 其實都大概才兩三屆的 眾議員 他進到這個國會 面對到這麼高強度的一個對抗 知道台灣的真實的狀況 其實對他們來說都很新鮮 所以我相信這樣的一個 重要訊息給了他們 我可以感覺到 我們在跟他們在談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給他一個觀念 Deterrence很重要 當然 但是Deterrence isn't enough Deterrence是不夠的 我們還要Diffusion 我們還必須要能夠降低 這個緊張的程度 所以他們必須要 從另一個角度就是說 當美國不再只是能夠 靠他的肌肉 來嚇阻一場戰爭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去降低 真正發生這場戰爭的可能性 所以這也是美國現在 我認為這一些 新的這些國會裡面的眾議員 他們會認真去思考 我想這個兵推他所設定的 剛剛我們所講的 這都是用設定的方式 他就是把這一次的 所謂的兵推的狀況 設定到一個最完全沒有空間 而且最危險的一個機制當中 他所設定的就是說 美中之間是沒有進行 高層之間的一些危機溝通 然後美國的盟友 完全沒有出手 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全世界所謂的民主國家的聯防 對於台灣所發出的 台灣有事 就他們國家有事的 這樣的一個前提當中 是不存在 完全不存在 也就是所有的盟國都沒有出手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在2027年 台灣就是大談所謂的台獨 然後第四個就是說 這個所談到的這些問題 提及的部分 完全在經濟的位階當中 然後在各方的一個條件當中 都是處於最卑劣的一個狀態之下 所以才會在這個 所謂的一個三天當中 所發生的一些評估 然後有可能在一個月 八萬名的共軍就可能登陸台灣 所以這是一個 最悲慘的一個狀態之下 也就是說 完全跟現在 我們所評估的狀態都不同 所以其實剛剛以信有說 在這一次參加冰推的這些眾議員 多數其實都有來過台灣 所以他們對於台灣其實是關心 而且是跟台灣比較站在一起 所以在冰推當中 並不是一個 以一個最優勢 如果以最優勢就沒有意義 而是說 當整個情勢是最卑劣的狀態 那會發生什麼狀況 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去做這樣的一個評估 包括台灣對於未來整個軍購的需求 也是一樣 我們必須依照當時候 一個作戰的一個模式 還有我們看到 未來在整個美台之間的一些 所謂聯防軍購 軍備的一個準備 到底應該怎麼去處理 這都牽扯到未來的一個軍購問題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次的一個兵推 或許大家會一下子 這個美國的反艦飛彈 就耗盡8萬名共軍就是成功登陸 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可是他是有設定幾個前提 而且這些前提 基本上跟目前我們所了解的狀況 其實是有點不同的 可是我相信 因為有最極致的一些考量 然後把最悲慘的狀況 全部都在一起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如果我們可以 一點一點的突破之後 可能狀況才會改變到 整個台海的危機 我比較好奇 當然他兵推一定有些假定 這些假定有可能比較極端 我只是比較好奇說 民進黨為什麼不出來講說 我們沒有2027要宣布台獨 我們不會宣布台獨 我不講 他不是就不會擋了嗎 不會 不會 休息一下就回來 好 菲律賓總統 會大陸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秦剛 見面了 小馬可是 菲律賓說他們不選邊站隊 就是我不選邊 就是說我維持中立 本來認為他是比較親美的 不過當然見了 中國外交部長 也許禮貌上這樣說說了 秦剛說中方希望菲律賓 妥善處理涉台涉海 南海裡面的問題 妥善處理 不要亂來 菲律賓總統就說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 會恪守一中的政策 而且他說他會妥善處理海上問題 不使海的問題 海上的這些問題干擾 菲律賓跟中國的關係 而且他們要增加溝通管道 解決南海的爭端 前一陣子大陸駐美國的大使還講 說你們老是跟台灣 跟美國站在一起 你們在台灣有15萬菲律賓的外勞 你們不擔心撤僑的問題 不擔心打起來要怎麼辦 你在印尼35萬 都很緊張做各種規劃 你們都不緊張 所以菲律賓有幾個議員很不高興 你就威脅我們 講話講成這樣子幹嘛 但是菲律賓總統5月1號 要到美國訪問 要在白宮跟拜登見面 拜登現在一直拉 能夠包圍中國大陸這些國家 也拉拉拉拉 越南什麼都拉你們 所以我覺得他滿聰明的 左右逢源 一方面跟中國講 對不對 我不選邊 台灣是你內政問題 一方面去跟拜登會晤 看起來滿厲害的 而且都忘了 爸爸當時被美國逼死了 也不管了 媽媽那時候逃到夏威夷 這些都過了 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 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永遠的利益 在這個時候 巨網以過去是不管了 我要去白宮跟拜登會面 菲律賓 馬可斯快垮那之前 每個禮拜三下午 菲律賓的所有的秘書 在馬卡提大樓區域裡面 把電話簿 Yellow Bridge 剪成一條一條的 然後都從大樓上撒下來 每個禮拜三下午這樣撒下來 也不上街頭暴力 每個禮拜撒一次 每個禮拜撒一次 撒完他們自己把它清 再下來把它清乾淨 就這麼搞 搞得把馬可斯政權整個毀了 天主教 因為菲律賓天主教神父 也出來抗議馬可斯 等到美國後面 他一定有慫恿了 這整個馬可斯就垮了 那我那個時候常去菲律賓 因為工作的關係 常常看到這種情景 那菲律賓向美國傾斜 所以這是造成大陸外長秦剛 要到瑪莉拉 想辦法去補救了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敏感時間大陸外長秦剛還是造訪菲律賓 他先後與非國總統小馬可斯 還有非國外長舉行雙邊會談 雙方都表示希望加強溝通 解決分歧 儘管在生命中小馬可斯展現出不想在中美選邊站的態度 但他下個月一號又要再次訪美會見拜登 這也是他一年內二度訪問美國 大陸近幾年積極展現海上擴張野心 菲律賓的魚權受到嚴重影響 今年一口氣決定新增四座基地給美軍使用 由於當中的三處接近台灣 大陸一度跳腳痛批菲律賓市過上郊遊 來 謝永平 是 其實我們看到菲律賓 其實他就是典型的 他以他自己國家利益為主 那你當你國家利益為主的時候 你夾在這個美中兩大霸權的過程中 你當然是要使勁的兩面討好 玩兩手策略 你會傻傻的說我只跟一邊交好 然後遭到另外一方的強烈的報復嗎 就是說以整個菲律賓 傳統的角色來講 他們本來就是比較親美 但是他在經濟各方面地緣的關係 他其實又沒有辦法 跟中國大陸真正的翻臉 所以在這種時候 我覺得菲律賓會採取這樣子的 兩手策略是所有人都清楚的 而且他的兩手策略還包含說 譬如說他的行政體系總統方面 這個跟秦剛外交部長 這個好兄弟 你好我好 可是他的國會議員也會發出聲音 罵說你中國大陸 你不要來威脅我們等等 所以其實正常的民主國家維護自己的利益 其實是一個最基本的本分 這一點就談到剛才上一段 我們談的兵推問題 美國的中國委員會談兵推 可是對台灣而言 台灣有台灣的利益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中華民國的利益 我們不是美國 我們不需要去替美國人考慮 這個美國的利益 對我們台灣 對我們中華民國的利益來講 是什麼 我引述我們前空軍副司令張炎廷 我覺得他講得最好 他覺得我們要不惜一切的 把戰火離開台灣本島 我們要想盡辦法能避戰 他說因為即使全台灣 按照現在美國那種緊張的狀況 接下來美國的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尤其很鷹派的會一直跑來台灣 然後整天對你指指點點的 要把你台灣變成一個刺蝟島 豪豬島 然後火藥庫等等 但是前空軍副總司令張炎廷 他就講得很好 他說台灣即使全副武裝 也會淪為焦土 各位好朋友 即使全副武裝 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是槍 我們的房子也垮了 財產也沒了 親人也死了 台灣焦土一片 這符合我們的利益嗎 我們為何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對不對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抱著美國的大腿 然後覺得台灣的生死存亡 就是說一旦有事 你美國來不來救 為什麼我們台灣不能主動積極一點 讓我們不要發生最采烈的 這個戰爭狀況 剛才趙欣恩在上一段時間結尾 不是講得很好嗎 今天你民進黨政府有義務出來說 我們2027年不會宣布台灣獨立 這你不能講嗎 台灣現在馬上要參選 2024的主要政黨 能不能通通做出承諾 我們2027年絕對不會獨立 你其他的人也不要來干涉我們 我們維護台灣的利益就是 絕不能戰 民進黨可不可以宣誓一下 不會台獨 對啊 因為國民黨 沒有人認為會台獨 因為根本就不用宣布台灣獨立 現在台灣基本上自己選總統 然後有稅收 有軍隊 有國防 我覺得這個部分本來就是一個 國家的一個基本架構 民進黨我想不會去宣布 什麼台灣獨立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走進到 正常國家決議文 也就是說台灣是屬於一個 目前因為有一個派出兵 然後不斷的在打壓 所以我們是屬於一個 不正常的一個狀況 我們怎麼走向正常國家 所以整個階段性已經改變了 所以大家不斷的用這個帽子 在蓋說台灣你什麼時候宣布 民進黨不會宣布的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蔡委員最近到大陸去對不對 對 有什麼感想 第一次去嗎 就是解封之後第一次去 我稍微講一下 因為剛剛大家講到我的兵推 大家講到軍演 可是你看 在台灣是真真實實的上演 我們看一下去年2022年 整個共軍在台繞軍 超過1700架次 所以剛剛講到這個兵推跟軍演 事實上是真實的在觀察 到底在觀察什麼 美國的各個單位 很多的智庫 很多剛剛講 中國委員會 他都在做兵推 他是在做紙上推演 紙上推演就是說如果 確實如果發生什麼狀況 他是用假設性 但是我最近就是去了北京跟上海 然後上海的智庫就跟我 我們也問他就說 美國的各種單位都有在做兵推 你們有沒有做兵推 他說我們幹嘛兵推 他說我們就已經真真實實的軍演 他說去年裴洛西來的時候 加上今年4月麥卡錫的時候 他說他們就開始 當他們越過中線的時候 他們觀察台灣的反應 當他比如說山東航母艦的時候 他到東海去的時候 他到南海去的時候 美國的什麼迷你知好 也在那個 就距離他們也在互相的觀察 所以這個基本上 就中共來講 他是真實的軍演 然後美國又互相彼此在觀摩 所以不是也有新聞說 這個什麼波頓 怎麼月底要來台灣 我也真的很歡迎他 歡迎他來到這個 區域最熱的熱區 我們不是說台灣 是這個戰爭區域最熱的熱區 歡迎他來參觀一下 也請他來觀摩一下 到底最熱的熱的區域 這個到底大家都來朝聖 還是來這個網紅的打卡 好不好 波頓月底是要訪問台灣 不過我認為掀不起 什麼太大的波蘭 另外外交部次長說 台灣議題會成為美國總統大選 辯論的重要議題 以前有 譬如說甘賴迪跟尼克森 在辯論的時候 甘賴迪說 我們對台灣的金馬 沒有訪問的義務 根本不要他 你跟他說金馬很重要 不能夠丟等等 那是有辯論 有不同的主張 一個要丟金馬祖 一個是要維護 假如他們都說台灣很重要 台灣不能丟 這是辯論什麼東西 最多就是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等等 當然台灣問題的確重要 所以要選舉都會來 來蹭一下 來蹭一下 大陸駐美國的大使 前警告大使發出警告說 這一兩年 特別在2024年 中美之間 不是兩岸之間 中美之間可能會有 驚濤駭浪的事情 到底怎麼回事 陳遠 我在這邊打賭 我在這邊賭賴清德 他絕對不敢宣布說 放棄台獨黨綱 這個我們美國 我們不會放棄台獨打台獨 你們遇到這個事情 應該去把他想說 沒有一個眼鏡 眼鏡 眼鏡 對 那你眼鏡就應該放棄台獨 其實美國對台銷售 軍他所有我們的武器 比統獨 比我們大陸的統戰還嚴重 他不只找了很多年輕人 到美國去 ACYPL去 這個非常嚴重 蔡政府過去 現在也是過度的親美 我想在這樣子的 過度親美之後 花大把大把大把的銀子 去購買武器 買的都是全世界最爛的武器 怎麼保護我們台灣 現在美中跟台灣 這三角關係 就像我們蔡壁滷委員講的 大陸都已經真正的在軍演了 然後我們美國 蔡政府希望的美國 抱美國大腿的這個美國 還在意圖上看起來 就是在向我們台灣販售軍購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民眾 眼睛是雪亮的 應該會做出事實的判斷 但是很關心賴清德態度要怎樣 休息一下再回來 現在就算是在買天室 中一個很難問的 就算很難用 對 在乾脆 我們在台灣和民眾 很難用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